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良特别一早搭乘客运关心运输的现况 并呼吁民众善加运用 基隆市的公共交通 赞 市长在车上 市长争取的 谢谢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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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市长在车上 谢谢市长 谢谢 谢谢 一大清早天还没亮 基隆市长谢国良 交通处长王震宏 市议员林佩祥 何淑平及韩世玉 和大都会客运总经理李建文 一起搭乘体验2088B路线的首班车 关心通勤状况 而搭乘民众也对新闭路线给予肯定 并且建议能增加班次 很方便啊 怎么说呢 因为 之前我们大概要到山下那个市场那边去 对 然后还有时间上面 因为上班时间跟那个上学时间 如果有一些是要在外縣市的话 比如说像台北市的话 那 时间上面比较好配合 只是说我看那去 想像只有这一班一天 如果说将来有机会的话 可能就是说可以在班次上面 多密集一点 我都叫我妈帮我 帮我载到三海关那边 所以有这班次是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2088B路线 起点从调和街的 优活台北村社区 沿途经过美的世界 大香港 目前市营运阶段 全天共有两个班次 分别为早上六点半 从基隆的优活台北村社区 发车到台北市府转运站 晚上六点 则从台北市府转运站 开回基隆的深澳坑地区 现在可以有一个2088B 从调和街开始 加汇深澳坑地区的民众 让大家可以在通勤的时候 更为方便 谢谢我们2088首都大客营的业者 愿意就是在我们每一天 从12月1号开始 每天早上的六点半到晚上六点 各征一班 那在这里呢 也期许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开始 那未来能够就是在 六点四十五七点七点十五七点半的时候 能够在各征一班 在这个车辆以及司机允许之下 这是这个时段呢 更是我们通学通勤族的一个需求 那也谢谢我们市长以及交通处 全力的帮忙谢谢 我们八年来呢都在这个争取 那有关2088B线 那现在呢我们一年内呢 那感谢我们谢国阳师傅团队 那以及呢配奖义座还有输品义座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呢 那终于把这条路线 那等于说呢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后续呢 要补足呢 等于说我们上班族通勤族 大家的需求 那也鼓励大家 一定要多多的利用 这个班次 那好好的利用它 然后上班通勤来做一个使用 谢谢 这条2088B 从桥河街开始 经过深奥坑地区 经过美的世界大香港 然后再直接到台北市府 台北市府转运站的 2088B公车 这是上一届 配奖就跟 江建玉前一座 还有韩世玉一座一起 极力争取的一条公车 那在这边 先感谢国阳市长 也肯定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 好不容易让这件事情 能够好好成功 那在接下来 希望我们的民众 能够多多使用 让这班 让这个车子 能够慢慢客马 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这会是我们基隆市 一个通勤的典范 会变成属于我们基隆市的类 通勤公车 让我们在上班下班的时候 能够早点上班 安心回家 事半第一天清晨六点多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现场体验搭乘 关心通勤民众的需求 市长说 这个新路线是地方民代长期反应 感谢客运业者协助新P2088B线 相信将造福深澳坑地区的通勤民众 呼吁市民朋友多多来搭乘 让路线能够正常营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光影节12月1号登场 展开为期17天的梦幻光影之旅 三分钟的爱恋基隆梦幻幻幻光丢秀 结合了亲子 同趣 基隆风情 搭配基隆七个行政区的景点 还有IP光影装置及AR城市寻报的游戏 乌彩缤纷的光影瞬间点亮 正宾云港色彩屋前出现了七土旧火车站 海门天险 河滨岛及海洋广场等灯光秀 游轮缓缓使进基隆港各种基隆知名景点 全都映入眼年 2023年基隆光影节1号晚间登场 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志伟 及关销处长郭宪平 文化局长陈廷梅等人 共同主持点灯仪式 尤其是在正宾云港这边 有更多的AR可以让市民朋友 更多的来观赏 那我也跟议员们来报告 我们的彩色屋基本上是 基隆市现在大家很欣赏 很重要的一个景点之一 那明年度我们要把彩色屋的区域获当 我想周边对面等等 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继续发展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利益 我们会积极来进行 我们基隆的城市文理 跟我们基隆的故事性 很适合透过我们的一些行销手法 来告诉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 感受我们基隆的浪漫港都 我想像这样的氛围里 就在基隆的一个雨季 然后在走在港边 我想也特别有韵味 希望透过光影节的活动 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注意到基隆 来到我们正宾云港走走 然后也希望让更多的人留下来住宿 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观光指标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多元性 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看见基隆 点灯仪式现场 邀请小朋友最喜爱的水果奶奶 还有腰果小学 嘎嘎库伦 道场同乐 试验府和台湾原创动画 IP腰果小学合作 将水果奶奶变成了动画角色 其实我们这个腰果小学 不但在电影院放映 还有我们有做全台湾的这个校园巡回 那放映的时候 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些角色 所以我相信 一用这些角色设在基隆的各区呢 然后也让他们学习 每个地区的一些地方的特色跟文化 我相信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然后小孩子也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本土动画IP 能够藉由各种活动 跟大家一起结合 然后让我们的内容更发扬光大 刚刚有看到老鹰 然后看到灯笼 然后看到火车 还有一些就是基隆小吃 跟还有就是公式的这些人物 卡通人物和水果奶奶这样子 像以前在香港有看过 那个万彩虹香江 觉得很漂亮 没想到现在我们基隆也有了 很棒 虽然天空不作美 但色彩屋前出现了光雕秀 引起了不少民众抢了拍照 接下来12月2号 3号两天 光雕秀将在每晚6点到9点 每30分钟播放一次 全长180秒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道 创世基金会举办一路有宁慈善参会 感谢众多社会团体 善心论事 长期以来支持创世基隆分院 而艺人梁又南爱心不落人后 到现场温情演出 议长童子为立委蔡世英都到场同乐 并邀请社会大众 一起来做公益 创世基金会举办慈善参会 艺人梁又南温情开唱 梁又南还不时走下台 和植物人亲友 志工们合影握手 展现十足的亲和力 创世基金会举办慈善参会 还会要巧克力吃 然后会跟我打招呼 会跟我约定 下一次来要再带葡萄的巧克力给他吃 这是在创世看到的 成立20周年的创世基隆分会 今年将消防安全设备升级 希望募集更多的安养经费 让植物人朋友能够得到更好照顾 我们的安养的全部都是 完全卧床的植物人 是完全没有办法自行逃生 今天如果灾害来的时候 真的只能够就地避难 真的只能就地避难 采就地避难 那防火门这个部分呢 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请示门关起来 可以安全的在里面就地避难 等待救援一个小时 所以希望大众呢 可以不管是小儿捐款 或是定期信扣 或是化波都可以 一分钱不嫌少 那每月300的话支持我们的尿布 还有我们的1650一日的安养经费 这场慈善餐会邀请了地方社团 善心人士齐聚一堂 立委蔡思音 议长佟智伟出席活动 呼吁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我想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来参与创世基金会 20周年的募款餐会 有你生好的募款餐会 那适应从有机会参与 公共服务以来 就长期参与着创世基金会的活动 也担任他数次的代言人 那我想创世基金会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帮助植物人安养 那这样的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有更多的好朋友来参与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创世基金会 在这个部分持续不断的努力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今天协助的主办单位 北都饭店 他每次长期的支持这个活动 那包括基隆市议会 譬如说像吴华家吴会员 或许多议员 也都长期的参与 那对我们来讲 让基隆有爱 大家一起来支持 创世基金会的活动 支持植物人安养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还会让社会 更加的安定跟祥和 创世基金会 看到今天大家 这么多热情的参与 我们慈善基金会 代表了我们基隆人的 善与循环 我想鼓励更多的人 来一起参与 这样子来需要帮助的人 最近创世基金会 带着植物人 来我们庆安宫拜拜 我觉得这活动 也非常的有意义 那现在他们在这个 防火需求上面 需要大家的帮忙 看到基隆人这么多 来一起来支持 我想非常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我们 北都大饭店的总经理 也直接提供场地跟餐会 给大家来帮忙 我想这就是一个 代表我们基隆人 非常正面 一个善的循环 我想我们鼓励大家 代表基隆市议会 也全力来支持 我们创世基金会 艺人和地方明代 力挺创世 希望能够把爱心 化成实际行动 邀请社会大众 共襄盛举 帮助更多的 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又到了岁末年终之际 在基隆市议员 秦珍的陪同下 基隆市安乐爱心会的会员们 发挥爱心 特地捐赠了价值 1万元左右的 食箱尿布 给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的 住民们来使用 我以一个月 都会做一个爱心关怀 就是说理想承报 或是会员承报 或需要帮忙的 我们都会说 每一个月安排一天 来做这个爱心关怀 所以说今天也是非常开心 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 艳名能够每天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不是只有我们院区以外的 社会层面需要我们 安乐器爱心会 来辅助协助我们都很乐意 那今天很感谢 我们张爱春莹会长 还有各位我们这 好伙伴的会员们 大家对我们 这个移电经营会的 一个寒冬睡末之境 大家来捐赠这个 身体上的需求的一些物品 希望在我们小小心的时候 能帮助到我们 各位再度的业名 展现我们对大家一同 关怀你们 社会一定会把你们一气 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你们在这边 健健康快乐的收获在这 安乐爱心会的爱心 也受到身心障碍 福利服务中心的感谢和肯定 时常想到我们 关心我们 往那更是有爱心的捐赠 让我们服务使用者 都很直接的能够享受得到 那我深深的觉得很感动的就是 我们这些爱心的举动 其实会点燃 点亮我们社区的各个角落 那我深信 我们不只是在安乐区 我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 有你们的存在 有你们的投入 更是有你们的关心 我们这个社会就更加的有爱 那再一次请代表中心 我们谢谢你们的丽灵 也谢谢你们的爱心捐赠 谢谢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 今年跨年晚会 改办室内年终演唱会 请来性感女星安心亚开场 本土嘻哈天团911压轴 12月7号起 开放在7个区公所锁票 另外还增加了500张的一卖票 全额回馈给基隆伊甸基金会 响应社会公益 基隆市政府举办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 卡斯超强 民众询问锁票热烈 为了避免民众产生纠纷 各区将规划动线 方便民众取票 我们在7号上午11点钟的时候 只会在我们基隆各区 就是7区的区公所 来进行锁票的一个动作 那为了避免民众在排队的时候 产生后续的纠纷 我们会规划有两处的 一个锁票区 每一个区公所都是这样子 秉照办理 那第一区就是所谓的战力摇滚区 它是属于战派的部分 但是它与舞台与明星 是相当接近的 那也非常适合说 年轻有体力的年轻朋友 来一起来 来这边来锁票 那另外一区就是所谓的座位区 那他呢也是同样可以感受到 现场临场的那种 那种氛围 那同时呢 他也有座位的部分 可以在 可以用座的方式来体验 这个演唱会 还有演出的一个氛围 12月7号将在各区公所 开放取票之外 政府规划500张 每一张售价1200元的 一卖票 全額回馈给 基隆伊甸基金会 响应社会公益 有些外县市民众 也有可能会想要来参与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不想要透过排队的方式 那我们就有这个所谓的 易卖票的一个窗口 我们目前规划 总共会有500张的易卖票 那每一张的售价 是为新台币1200元 那他的内容就是 摇滚战利区的部分 那到时候呢 这笔金额会全权的回馈 给我们基隆伊甸基金会 来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 我们的社会公益 市府首次举办年终演唱会 还没有开放锁票 就有民众担心抢不到票 市长谢国梁说 正在协调户外的场地 进行实况转播 感谢大家这一次的 这个演唱会的反应很热烈 所以我们一直有在想要如何 更努力强化这个中间 首先希望让这个 发放的这个票物 整个是要公开透明 第二我们也会有线上串流的方案 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在 现场欣赏的 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平板 甚至在家里的电视欣赏 那我们现在也在跟 包括智威在讨论 能不能够有一个 更多的一个户外的方案等等 那如果能够顺利有的话 也会跟大家来报告 所谓户外方案就是 再从把现场的转播转到 基隆市的某一个广场 那或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 让更多的人来这个欣赏 不过本质上我们都知道 基隆的东北季风 冬天下雨的几率就是90% 这才是我们考量到同种情况 想办一个这个室内的晚会 那我很高兴晚会是热 但是让民众可能有 锁不到票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会尽力在串流的方案 跟可能的室外方案 尽量把这个方案做到最好 那如果反应的很好 也许明年在夏天 我们也可以再办一些 户外的演唱会 让一样有这样子 卡丝能力的明星 在夏天来的话 就可以是一个户外的方案 我们会继续努力 精进我们的方案 让他做得更好 这个真的都是年轻人偏爱吧 对 现在年轻人 就以往比以往的好很多 比较会让年轻人想去看 因为你票再多都不够 说句真的 那如果说知道时间的人 尽量自己去排 那如果没有的话 看外面有没有转播 那里面可能就没办法了 另外若各区最后有剩余 没有发完的票 将集中送到市府发放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主要飞来 我可以幫我們家大掃一下 一下下就好 這樣不好了吧 請攤喔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請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將處於15至75萬罰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憑故外籍配偶工作前 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 及一清戶籍資料證本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金融市政府在終身學習領域 持續耕耘有成 今年邁入第17年 金融市政府邀請各終身學習團隊 共同展現豐盛的成果 台上阿公阿嬤打起了太極鼓 啃槍有力 每個步驟都跟著剪拍走 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土天造了以後 再把花放上去 攤位前大家學習團摘教學 簡單幾個步驟 就能夠學會種植多肉植物 對啦 我喜歡啦 怎麼說 植物很好喔 以前有洞手做過嗎 有 家裡有 好像在冰地圖裡面 用這個針子把它釣出來 還有利用回收的拼布 簡單的做法就能夠變成法圈 人啊 從七八十歲來 他說我從結婚到現在都沒有拿過針 然後他們就拿一拿的時候說 可以回憶一下說他們讀詩的時候拿的 邁入第十七年的中山學習博覽會 在國門廣場舉辦成果展 邀請了各中山學習團隊 展現歷年來成果 中山樂林學習中心帶來舞蹈表演 我們是中山樂林學習優質中心 我後面這一群呢 婆婆媽媽 她們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今天呢 她們呢 要表演的是 可以可以有愛 共創其極 一起共舞 年齡層呢 都是從五十歲以上到七十歲都有 然後 她們呢 真的是非常熱愛 這樣的一個舞蹈的表演 我們是用武感體驗 配合這個 有山 有海 跟人 跟環境 跟土地來接觸 然後來讓她們能夠在戶外的一個表現 兩位姐姐真是太時尚了 而仁愛樂林學習中心 服裝走秀 七十六歲長輩 自行穿搭衣服 上台走秀 展現自信 活動開場 請來了王燦和陳彥廷 兩位藝人 帶來精彩表演 金融市長謝國良親自表揚 社區大學優良課程特優 及樂林學習中心 評鑑等獎項 鼓勵大家 活到老 學到老 這樣生活會越來越有品質 心靈會越來越療癒大聲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感謝大家 我們一起來參加這個成果展 然後跟大家分享更多有意義的 一個知識跟生活的方式 那感謝大家的參與 金融市連續八年獲得教育部 學習型城市 競爭型計畫補助 112年更是邀請了21支產官學團隊 透過公司協力及跨部門合作 希望打造金融成為多元有愛 學習型的城市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 為了要防治可能出現的老鼠傳染 和他病毒及消米臭味和順暢水流 副議長楊秀玉接受市民的陳情 特地爭取環保局清潔隊七堵班 針對七堵南新市場周邊水溝 進行清淤及防範老鼠的工作 清潔隊人員邊敲邊挖出一坨又一坨 結塊或是半結塊的水溝基尼 為了防治可能出現老鼠傳染 和他病毒 以及消米臭味和順暢水流 避免下大雨時積淹水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接受市民陳情 特地爭取基隆市環保局清潔隊七堵班 針對七堵南新市場周邊水溝 進行清淤的工作 楊秀玉也呼籲攤商和民眾一起落實 防範資生老鼠傳染病毒的工作 維護環境整潔 七堵南新市場算是 基隆市最大的一個傳統市場 那這邊的人流包括雙北的這些 採買的消費者都會到這裡 那我們的水溝也好 包括我們這邊南新市場 就是整個環境衛生環保局 幾乎大概一年都會來清理一次 那謝謝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南新市場自治商圈的 我們的這個李李市長 他特別的交代我說 是不是跟環保局在那邊協調一下說 針對我們這水溝這個暢通的問題 來整理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水溝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個水溝如果不清的話 可能會滋生一些黴菌 那也可能會對我們這個 我們鄉親的一個健康 會有所影響 當地鄭光商圈理事長李福順 和住在當地的七土區體育會理事長李永亮 都非常感謝副議長楊秀鈺的協助 清理乾淨有一個乾淨的環境可以做生意 客人 顧客分 比較 常來我們七土市場 南新鄭光商店來買 來採買 謝謝我們副議長的幫忙 水溝的一個清理清理活動 能夠能夠提升我們市場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整潔跟乾淨 再次也也再次的感謝我們副議長 副議長跟我們李市長 在我們地方的用心 謝謝 由於基隆市之前曾經出現 和他病毒的感染案例 大多是藉由老鼠的分泌物或是體液 經由飛沫傳染給人屬於人畜共通的疾病 基本上不會人傳人 但是食物容易蓄積的夜市市場和餐廳 都屬於老鼠容易出沒的地點 因此維護環境整潔就非常重要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一名有邊緣美食家 支撐的Youtuber蝦土豆 到基隆某家滷味攤用餐 跟老闆要求菜要多 沒有想到整個臉盆端上豬 點滷味變成點火鍋 點上一碗滷味 蛋配菜好豐富 灑上蔥花 放入豆芽菜 還有青薑菜 但這臉盆大碗的滷味分量 居然只是一人份 有邊緣美食家之稱的網紅蝦土豆 日前到基隆中山區 某滷味攤用餐 想要印證網路上傳說 到基隆某滷味攤點菜 千萬不要要求菜多 天文一出馬上就一起來討論 有人說沒有要求加菜就已經很多 因為它便宜又大碗 便宜又大碗 對 有時候晚上買一餐 隔天又可以帶便當 一禮拜一禮拜 一禮拜一禮拜 對 它每次來都很大碗 差不多 非常多 所以你常會跟老闆講什麼 跟老闆說 菜不要再加了 目前那個豆芽是100斤 高麗菜是一件大概30斤左右 然後例如青江菜或者土白菜 大概一件大概33斤 每天都準備這個量 我菜到貴 我目前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一直都給沒有都不給菜 除非我買不到菜 我都會陸陸一直給 菜方面我會到台北去找 看我比較便宜一點的 一樣的菜 台北的批發價比較便宜一點 這間滷味就位在中山區復興路上 當地人都知道 菜放很多已經超過10年以上 這一次網紅挑戰都市傳說 在網路上又引發了話題 不過民眾說還是別輕易嘗試 要珍惜食物 記者黃稍民金融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